发生在山东济南的夫子庙 夫子庙前头有一个大的一个广场 广场上有人做买卖 干什么的都有 其中呢就有一个老头 他是酸命的 这老头酸命的还非常的准 非常准的 他就写了一个牌子 上面写了三个字 大不同 大大小的大 不不一样的样 同是不同 意思就是说呢 我跟别人算的不一样 意思就是说 我算的很准 大不同 这时候呢 他这两个做生意的呢 因为他算的准 很多人都来 从他那算命 他那 就是说他那说话 他是前头啊 老是围着人 有一天呢 就张东昌 带着四个马便 他叫什么马便嘛 就是带着四个宝宝 出来了转了 张东昌到了这夫子庙 前头一看 前头围着一堆人 他不知道怎么没事啊 他过去了 过去之后 用手一分把人都给扒了开 哦 那我那算命呢 就是他那马便呢 把这算命人都都 轰一边去了 张东昌就站在那个 四个宝宝先生面前 就是张东昌呢 他有点不好意思 你看人都算命算得好好的 我过来给人都轰走了 是不我不算一卦 是吧 显得不好意思 算了 哎 都不是我算个命 这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测次先生 这个时候这个测次先生算命先生这么一看 但是说呢 但是说呢 这么大的字 意思说他认得他认得多一框 所以他学的很少 但是说他对那些 简单的字还会写 比如说一瓶一瓶 这人字 人他还会写 测字 他一想 得了 写个简单的 他也会写 写了个人字 这人呢 他就写在大不同 那个大字后的了 他就写这 让我写个字 写了个人 这测次先生一看 哎呦 您可是为贵人呢 您是为大人 哎 你怎么算出来了 你看 您让我车字 让我说命 我让你写个字 你写了个人字 正好在大字的边上 您这不是大人吗 算出来了 您是为大人 您是为贵人 行啊 算得挺准嘛 他挺高兴 他一回头 他不是四个卫兵吗 一回头 叫过来一个 来 你再给他算算 我算命先生这一看 他把一个卫兵给叫过去了 你也测试 我也测一个 那你也写个字吧 这个是冰呢 他还写了个字 还是写了人字 可是他呢 他没敢拿着笔 在江东昌那个人字边上写 他把这人字写在手上了 他就写在这了 您写个人字 您可别怪我 我说话 您可别不爱听啊 您比不了刚才那位大人 您是个手下人 谁都看不出来 对吧 这是保镖嘛 您是个手下人 那张东昌就问 你怎么算出来呢 您看 他这个人字呢 写在他手上 在走道的话 这不胳膊这一摆 这人字就在下着 手下着了 是个手下人 行啊 有这样下子 来来 上前 小冯光大晃 小冯光大晃 张东昌带着四个保镖 就走了 到了回家之后 张东昌想 他真算得这么准吗 他有点不信 真这么准吗 他就让魏兵下去 到那个死 Consent 椅鱼里 把那些棍了几个院的 马上枪挨着犯着 给我叫一个来 就是 士兵呢 就把一个死 Consent 就给推过来了 江东川就问他 你想死想活啊 那到这时候谁想死呀 战官 我想活我想活 想活也行 赶紧收桩打扮 到时候带你去一个算命县上那儿 去算那儿 如果算出来 你这死囚犯 当时有枪毙你 如果算不出来 马上释放 这死囚犯他有了机会活命了 他当然高兴了 好好谢谢大人 谢谢大人 这几个士兵呢 就带着他 赶紧就到洗澡堂了 就洗澡的地方 洗了澡 把头发给剪了 胡子也刮了 穿了一身 特别有绅士的衣服啊 就那样啊 特别滑贵的衣服 之后呢 第二天 第二天 这个四个卫兵呢 同样这四个卫兵 就是带着他就来了 对江东上临走的时候 就跟那四个卫兵说 你们把他 就带到那算命县上去 你们怎么保着我 你们就怎么保着他 意思是说你们 你们怎么保着我 你们就怎么保着他去 让他算命 去了之后 还测这个人字 别的事不许说 就测这个人字 然后这四个卫兵呢 就把他给带到 孙明先生面前 这孙明先生啊 也就快收摊了 这时候呢 一看哦 来了几个人 再往前一看 前头这位 哼 真够过去的 穿的那衣服 逼挺逼挺的 可再往脸上一看 你想他那脸色 能好看得了吗 在监狱里头 就关了几个月了 要吃没吃 要喝没喝的 面黄肌瘦 而且站那儿 腿都是发抖 再往后一看 哎 再往后一看 看那四个人 怎么面熟啊 他一想 哦想起来了 昨天这四个 保着另外一个大锅来过 怎么今天 这四个人 又会保着他来了 这个孙明先生 他就有点疑问了 他就觉得 这里头肯定有问题 孙明先生就问 说你们谁算命啊 还没等到 求犯说话呢 后边一个 被病 看他跑着他 这一挺肚的 这纸 那钱头那个 他算 这孙明先生 就一查阴观色 再一看 更能看出来了 如果要是钱头 那要是大锅 那肯定 派兜的 我算 这后边那马病 派兜 可能那儿就一只 他算 这个孙明先生 心里就猜的 八九 不离十了 再一看他 面黄肌瘦的 可能就看出点了 说啊 您测 我测 那您测什么字啊 我测个人字 那您 等于这个囚犯呢 他就没拿笔 他就说出来 人 人嘛 人 哦 人 我看您 我说话 您可别不爱听 我看您 可不像大人 倒像个 囚徒 这家伙一听啊 你怎么测出来的 这时候 他这个囚犯 很逆惊啊 他的眼睛啊 他就 您是个囚徒 后头 那个四个保镖 还说 别加重啊 这是我们大人 您 算命上海 别闹了 这 这肯定是个囚徒 啊 你怎么测出来的呢 你看呢 让这个人字 他没写 用嘴说出来的 嘴就是口 里头有个人 那不就是囚徒的囚吗 哦 哦 这 这个 这个四个保镖 啊 得了 你也别跟我装了 回去吧 回去给抢屁了 回去向张东昌 这么一挥炮 张东昌 行啊 这家伙真灵啊 马上写了一副大扁 写一副扁 写了什么字呢 有求不应 吹一副 大家俩就被送来了 自从有了这块扁啊 这个酸饼先上的生意 就好了 张东昌都亲自送扁了 这么算 算得准啊 生意 一天比一天好 日进抖金 他付了 可是啊 气坏了谁啊 这城里的 三个恶霸 老大老二老三 这老大老二老三呢 是济南城里一霸 七男霸女 借着好吃的就吃 啊 借着好东西就抢 这这这三个恶霸一看 好家伙 这算命呢 可赚了大钱了 这三个人就商量了 这咱们几年辅的钱 全他给赚钱了 那那行啊 咱哥仨吃什么 后来这这哥仨一盘算 走 咱们也到他面前去 去找条去 咱们让他给咱们算命 如果猜错了 杂探的抢羊钱 如果猜对了 猜对咱们也 说没猜对 咱也杂探了 说错了 算错了 更蒙体 杂探的抢羊钱 好这这三个人 就带着这主意就来的 早早的一上午就来了 这孙明先生刚把他摆出来 这哥仨就来了 孙明 这孙明先生这一看这哥仨 认得呀 那第一 他就跟我爸一样 谁不认得他们仨呀 老大老老三 您来孙明 孙明 你们三位谁先来呀 我先来 老大就过来了 那您说个字吧 测个字 老大说测字 他就左右学嘛 学不是你看 边上 搜刮器边上的 有一个人啊 是在卖动物的 猪 地上跑的猪 咱们吃肉 吃的那猪 看见猪了 测字 猪 猪 这个设备箱就想 他一联想到 这老大平时为人 气男霸女 就想着高兴高兴 我们俩早就算了 您这次好 我这次怎么好啊 您这猪子好 现在是上午 不到12年 一定有人请您吃肉饭 真的吗 真的 好 12年以前 有人请我吃饭 还他罢了 没人请我吃饭 我回来 大探了钱 他就憋着想钱 来了 好 他站一边儿了 老二过来了 这次 算命先生一看 您也这次 那您这个字吧 您说个字 还是猪 还是猪 这算命先生一看 就是诚心调查来了 还是猪 一联想老二的为人 也就是七天大女为人 您这次也好 我这次怎么好啊 您这个 现在是上午 十二年以前 有人给您这儿衣服穿 行 十二年以前 有人给我衣服 还他罢了 没人给衣服回来 砸探子 巧洋钱 他站一边儿了 这是老三过来了 那 这次 您测什么字啊 还是猪 这人算被先生了 也有点生气了 你这猪啊 也是猪啊 对 也是猪 你这猪做也好 我猪怎么好啊 十二年前 有人是请我吃饭 还是请我去 给我衣服 还是请我去 洗个澡 都不是 十二年前 有人要打底 就是 然后写决论打 挨得不清 就老子一听就起 是吧 有人跟打我 十二年前 有人打我 还那么话聊 别人打我 我打底 还整个一剑骨头 然后这哥仨呢 结伴就出去了 出去之后呢 也正往前走着 就无巧不成书嘛 这仨刚出这个市场 没多远 迎面的就过来个人 没有大爷 就冲着老大就奔过来了 说我这饭馆 开张的时候 您可没出不少 出了不少利约我 这时候呢 好不是碰到您了 来来来来 一起吃个饭 请您吃个饭 连推带转 这把老大呢 请到那个餐厅委去了 请了老大走了 老二有点 就心里有点惊了 就跟着老三说 这算命态均准啊 你看说 人请老大吃饭 刚出来就有人请了 这个老三的满 就是老三满不在乎 这凭咱们哥们 这吃个饭算什么呀 我想抢来抢来对吧 我吃个饭算什么呀 咱们哥们 这什么 什么也不算 这个事